上來來看報道家鄉家庭會長的告知 就有這紅團模來下令到這個占業客 各位人士都很來參加這段告知店 都要說感謝真會長的付出以外 另外對著這位新會長也是重溫到記憶 會長的氣氛是真老的 大家也好想來面對 為會長的告知來努力 各位人士都很來見證也有很久 新年會長全是正常地帶領過這個國社家庭會長 現在他接下了報道家鄉家庭會長的黨大 報道家庭真的為他很好 也來感謝夏令會長真正的努力 立法完第二分也很來用好彭帝宜 記憶眾以及會長的鼓勵 小弟才敢如此接下這個重任 他的這個榮耀也就是同時要開始 我會以我之前所擔任的國翔的家長會長 以及國中的常務委的經驗 來努力好好伴侶學校以及家長的一個橋樑 今天是北斗家鄉我們102年我們的會長交接典禮 由我們的黃朝茂會長交接給我們詹一新會長 真的一棒一棒都非常的強 也謝謝我們的黃校長帶領我們所有的北斗家鄉所有的老師 專業的老師為我們12年國教真的是開啟另外一扇門 所以我們在設備上面 那校長也在積極的張羅這些設備 讓我們這些專業的同學都可以得到專業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讓我們這些專業的同學以後在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是佼佼者 都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貢獻 後長黃端榮對家長會長長期關心好好教育 做好好的強烈後段除了表達感謝 也表達為教育繼續努力的關心 要把北斗家鄉繼續討論到競爭好的境界 讓北斗家鄉的訴訟是充滿了應有感 我們很感佩黃校長在北斗家鄉校長期間對學校的貢獻 然後他的活動力是我最欽佩的地方 還有我們的政立委 所有的校務我們的經費大力的支持相助 所以謝謝各界大家對北斗家鄉的支持 首先我要代表學校感謝我們黃前會長 現在的輔導會長黃端榮先生 這一年來協助學校推動校務順利 讓北斗家鄉校務在家長會的獨島之下 能夠順利的運作 讓北斗家鄉的效益一天比一天的好 同時我想也藉著這個機會 感謝我們政委員協助跟家長會的獨處之下 我們新建了一棟執教大樓及一棟教學大樓 我們由於他們家長會跟我們民意代表我們的爭取之下 北斗家鄉才有今天的成果 教授學長裡面很多都是要來見證北斗家鄉學長的教授 大家讀了就好 夏任學長 也對新學長是窮萬了其他 希望在新學長的成功也斷了一刻 家長會等為北斗家鄉帶來更多零零 軍新聞控訴完應景報道